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和前相机相关的几个元器件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J7600前相机接口座 在这个逻辑板背面最左侧这个位置 还有一个呢就是相机供电电源U3700 在逻辑板的正面CPU右上角这个位置U3700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U1000应用处理器 这三大件呢就是我们前相机的最核心的三个元件 和前相机呢是直接相关的 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前相机的具体的工作条件 首先呢前相机在正常工作的时候呢 至少需要三路供电 这三路供电的分别都是由这个相机电源U3700呢输出的 第一路是PPV8VDDIOCIM 经过R7601之后 送到我们相机接口座第五角 这两边的网络名称呢都是不一样的 左边是PPV8VDDIOCIM PPV8呢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我们的1.8V供电 这里指的是1.8V供电 然后VDD呢指的是供电啊 IO就是输入输出接口供电嘛 CIM就是我们的相机啊 看模的一个缩写 右边这个网络名称呢 它写成什么了呢 前面的这些基本上都没有变是吧 PPV8VDDIO 右边这边写的是FCIM F呢指的是front frontfront呢指的是前置的意思啊 前面的意思 CIM啊就刚才说的这个什么相机 所以FCIM呢指的就是我们的前置相机 IR呢指的是红外红外 CIM呢也指的是相机 IR呢指的是红外相机 所以这一路供电呢它是给前置相机以及红外相机供电的 所以它就这样写 CON呢指的是接口座 也就是说这一路供电过来之后呢 现在是直接接到这个接口座的什么 第五角 这就是这一段网络名称的一个意思 除了这一路供电以外呢还有一路供电啊就是PPV1FCIMDVDD 这里的D呢指的是数字 或者是数字电路 前面的这些大家都应该认识了嘛 是吧 1.1V的供电前置相机的 然后VDD是供电数字电路部分的供电 电压是1.1V 然后一路过来呢送到我们前置相机的39角40角42角 这是第二路供电 第三路供电呢上面写的是PPRV85FCIMDV85呢指的是2.85V 前置相机啊 FCIMAVDD A那指的是什么模拟供电 模拟电路部分的啊 那我们摄像头什么地方属于模拟什么地方属于数字呢 光学传感器部分的这部分的电路呢属于模拟电路 因为相机在拍摄的时候呢 是把光信号转成电信号的 光线的变化呢 它是一个模拟量啊 并不是数字量 光线的变化它是一个连续变化的量 它是一个模拟量 什么是数字量呢 这种高低电频的啊 一高一低的这种高低电频呢 称之为数字量 什么相机里面什么电路属于数字电路呢 就是说我们把光信号转成电信号以后啊 再把它进行编码数字化处理 哎 这部分电路属于数字电路 数字化处理完得到的数据呢 会通过准线的送给CPU再做进一步的处理 所以摄像头里面呢 它是有模拟电路部分和数字电路两部分组成的 这个供电呢 也有数字电路部分供电是吧 数字供电以及模拟供电 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啊 DVDD和IVDD这两路供电 再到后面 因为它中间要经过一个电阻 R7604 所以呢 经过电阻之后呢 网络名称要变的啊 就是左边的这个网络名称和右边的这个网络名称呢 是不一样的